蕭文貴文貴 到底藍白合不合 我還是那一句話 這個國家的前途由人民決定 這才是民主的核心價值 我不會违背民意 我也不會背棄你們 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 讓台灣向前 為了終結人民的痛苦 我會釋出最大善意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我會繼續用台灣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戰到底 你我奮奮 拼戰 有熱情的掌聲 感謝台灣民眾的總統 台灣總統 所有 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們 所有目前在網路上 觀看直播的朋友們 還有在現場的 Tim KP夥伴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年5月20日 我在淡水宣布參選 到現在有183天 这183天 我们从最北的基隆 一直到最南的屏東 我们走往台灣各地 在這一路上 我握過你们的手 聽過你們說話 作為競選總統的我 其實在內心裡面 深深了解一件事情 從520宣布參選那一天到現在 其實是你們陪著我 再認識這個國家 重新認識台灣 我了解你們的心聲 也請聽你們的期望 2016年 我們曾經以為 我們會迎來一個最進步 最謙卑的政府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問題沒有解決 倒是爭議越來越大 少子化 高齡化 五缺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人才 還有年輕人最關心的低薪 通膨 產業轉型緩慢 高房價 國債大幅增加 勞保即將破產 還有健保費用 無法控制 還有 越來越緊張的兩岸關係 我要問大家 這是你們期望的改變嗎 不是 這是大家要的進步嗎 不是 2016年 民進黨完全執政 但是它卻沒有帶來全面的改革 我們看到的是 政策沒有規劃 只有短期的大撒幣 其實羊毛處在羊身上 民進黨 現在發給我們的一次性補貼 其實是我們向下一代的提款 也會增加下一代的負擔 各位 關心台灣前途的朋友 你 甘願嗎 政治 應該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政治 不應該只有向下一代提款 政治 不是只有張登結財 而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 各位 政治應該要負責 因為 我們只有這一個社會 我們只有這一個國家 2020年 因為你們的支持 台灣民眾黨 正式進入國會 這四年來 我們一再的提出問題 試圖與政府的討論 結果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執政的傲慢 一個曾經說要謙卑再謙卑的政府 結果 從疫苗到雞蛋 我看到的是沒有政治承信 更重要的 有一個新的東西 叫封存三十年 一個 曾經說要與我們一起 迎回台灣的政府 卻讓人民在現在 只剩下恐懼與不安 這個政府 真正證明的是 他們有一流的競選團隊 但是 執政卻是傲慢 還有 貪污腐敗 當年 民進黨 高喊要 黨政軍 退出媒體 執政後 我們看到的是 黨政軍就是媒體 還有 名嘴 網軍 側翼 政府是帶頭造謠 跟帶風向 我曾經說過 我是茉莉 我曾經也是一個民進黨的支持者 但是 在這一刻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離人民越來越遠 偏離進目價值 越來越大的政府 各位 這是你們要的嗎 無事 完全執政下的 全面失控 這是你們想要的政府嗎 無事 各位台灣人 看到這樣的政府 你會不會生氣 無事 台灣 不能再內耗 台灣 也不能再猶豫 台灣 更不能自欺欺人 這一次 我決定站出來 混戰到最後一刻 我要 把國家迎回來 再交換給你們 我要用 理性 務實 科學 帶領台灣 脫離藍綠式形態的泥澜 我要團結我們彼此 邁向一個 真正屬於我們的未來 從520宣布參選到現在 我已經提出各種 國政處方簽 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我要對陣下藥 解決人口危機 改善勞動的條件 提高高等教育的投資 守護醫療品質 落實居住正義 確保能源的穩定 建立產業的韌性 杜絕再留子孫 創造社會和諧 我要打造共融社會 我知道 我們會真正實現 國家治理 柯文哲一定會堅持 民意 專業 價值 柯文哲一定會堅持 公開透明 柯文哲一定會堅持 全民參政 柯文哲一定會堅持 專業治理 柯文哲也一定會堅持 國家的現在 未來都會在你們的手中 我們在全國各地 舉辦廟火開獎 因為台灣民眾黨相信 走入人群 面對人群 回顧 回應民意 有問必答 我們傾聽問題 面對問題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而你們是把我們 要把國家迎回來的第一組的隊友 你們是我們邁向專業治理 責任政治的基礎 你們是台灣民眾黨 最重要的政治動力 過去四年 台灣民眾黨 雖然在立法院只有五席 但是我們扎實的問政 現在已經成為 監督政府最有效率的在野黨 這一次 我們要把更多優秀的人才 送進立法院 去監督行政部門 也把青年勤政 愛民 愛鄉土的政治價值 帶進國會 這一次 台灣民眾黨的立委 一定要突破兩位數 我希望在立法院的八大委員會 都有我們的委員作證 來為台灣打拚 為人民服務 這一次 我們也採取精兵政策 徵召了11位的夥伴 投入區域立委的選舉 這個 就要拜託大家 支持跟幫忙 今年 我們也要 替台灣人民選出 34位優秀的部分區立委 我相信 這一份部分區立委的名單 會體現 柯文哲跟台灣民眾黨 所相信的政治價值 民主 自由 多元 開放 法治人選 關懷弱勢 還有 永續經營 各位 Tim KP 請我們一起努力 要達成三黨不過半的目標 讓民眾黨 可以成為 國會關鍵的角色 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拜託大家 2014年 我離開台大醫院那一天起 到現在也將近十年了 十年的時間 非常感謝 因為有你們 我成為了台北的市長 這十年來 我每天坐公車上班 七點半準時開工 很幸運的 這八年的時間下來 我們積極地培養治國的人才 現在 我們也有了自己的團隊 就是你們 隨著大選的逼近 我們的隊伍也越來越壯大 我每天 都告訴自己 莫忘初衷 也因為這四個字 讓我們在台北市 可以做到市場的改建 請問各位 你們有沒有去過南門市場 那個絕對是全台灣最乾淨的市場 我們蓋了全台灣最多的社會住宅 我們 執行西區門路計畫 讓北門重現 我們執行東區門路計畫 讓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在南港出現 所有的這一些 並不是 只是柯文哲的成就 其實 這是你們的成就 因為 有你們 我才能夠在兩黨夾沙下 順利連任市場 也因為你們 我才能夠在這一條困難的道路上 持續的前進 你們 你們 是我繼續 向前的動力 你們 是我今天 還能夠站在這裡的敵人 你們 就是我最重要的夥伴 你們 就是我決定 一無環入 拼一次的動力 有很多人告訴我 先選上 再來談論理想 但是 如果 只走遠於選舉的結果 最後只會讓我們 沉迷於權力的遊戲 只會 照顧政黨的利益 跟個人的利益 我希望我的參選 會帶來 改變台灣政治的社會運動 從兩極對抗 到聯合政府 從意識形態 到理性 務實 科學與政治的誠信 從仇恨 到專業治理 最近 雖然局面看起來很混亂 很混亂 但是我跟大家保證 我的內心 依然非常鎮定 當我看到這麼多人 看到你們關心國家的未來 我知道 改變已經發生 我會持續讓它發生 不同於 其他兩黨 各位都不是那個 遊覽車載來的 還要再發一個便當 還要載你們去這個一日遊 當然 我也知道 很多人內心還是有疑問 到底藍白合不合 我還是那一句話 這個國家的前途 由人民決定 這才是 民主的核心價值 我 不會違背民意 我也不會背信你們 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 讓台灣向前 我們不能走回頭路 為了終結人民的痛苦 我會釋出最大善意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但是 我會繼續用 台灣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佔到底 一無犯狀 拼佔給 一無犯狀 未來 未來 未來的54天 我們會遇到更多的挑戰 但是 你們害怕嗎 我不會害怕 因為我知道 這場戰爭 不是只有柯文哲一個人在打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各位 今天給我的勇氣 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也不會放棄 你們 你們 就是我的 Tim KP 也是台灣民眾黨 繼續奮鬥的理由 我們 一定會執政 我們會 繼續蓋社會住宅 繼續謹守財政紀律 繼續用人為財 不分黨派 繼續秉持 清廉勤政 愛鄉土的精神 來為人民服務 也會繼續依照 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 來改變這個國家 一個人 走得壞 但是只有一群人 才走得遠 各位 聽KB的革命戰友們 因為你們的勇敢與堅持 撼動兩大傳統政黨的政治實力 已經在今天出現了 中間選民 與理性選民 也不再是所謂的沉默的大眾 各位 已經形成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 台灣第三波民主改革 已經發動了 各位 Tim KB 以及 在場的各位戰友們 大家都辛苦了 這場辛苦的戰役 只有勇敢前進 才能夠改變台灣的歷史 非常榮幸 在這個歷史事件當中 我們一起 逆風前行 這一次 青年勤政 愛民愛鄉土 會成為台灣的新政治 這一次 共融社會 國家治理 會是我們 堅定的國家願景 這一次 讓我們把國家 迎回來 還給人民 這一次 請相信你 請相信我 請相信我們自己 我們是台灣民眾黨 我們是人民 我們要一起把國家 迎回來 2014年 我一個人走出台大醫院 在沒有人看好的狀態下 打敗了大連艦隊 成為台北市長 2018年 我在兩大政黨的夾沙下 繼續連任 血下的政治奇蹟 2020年的1月11號 一個才成立五個月的政黨 拿下了158萬的政黨票 成為國會的第三大黨 今年 也是我們 能不能 率領在野力量 來達成2024的政黨輪替 如果沒有你們 我不可能做到 明年 1月13號 各位夥伴們 我們一定會打贏這場艱苦的戰役 我們一定會在台灣的歷史 再創造一次奇蹟 再創造一次奇蹟 讓我們一起 迎圍這個國家 讓我們一起 迎下我們的未來 謝謝大家 台灣的選擇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台玩城 台灣的選擇 台灣的選擇 台玩城 比如政治 我出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